当专家打开刘备幕时 被眼前的金银财宝吓呆了 璀璨的玛瑙成队的玉璧 还有那插在剑鞘里的宝剑 怎么会这样 刘备不是应该站在成都吗 正当众人疑惑不解时 远处的山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座墓竟然是建在山顶上的 岂是这辉弘难度之高 丝毫不逊于陕西的秦皇陵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是谁把刘备葬在此处的 难不成我们又被罗冠中给骗了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三国之谜 刘备的前世今生 提起汉昭列帝王 历史上没有人不夸赞 三国中他是唯一把天下百姓挂在心头的 为此即使天下英雄关羽张飞 有三股茅庐请出了卧龙诸葛亮 一起复兴汉士 只可惜命途多传 败多胜少 可即便如此 每当兵败后 即便被曹操撵得丢盔弃甲 他也从不忘带着老百姓逃命 甚至为此不惜放慢行军速度 导致妻儿落入曹操之手 宗观乱世时 各位诸侯荒音无道的举动 刘备可以说是道德楷模精神领袖了 正因如此 关羽张飞此等百年难遇的汉将才会一路相随 生死不离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一陵城外陆逊一把大火 彻底湮灭了刘备复兴汉士的梦想 临终时 汉昭列帝脱过白地城 匆匆结束了自己辉煌又颠沛的一生 由于几乎全军覆没 时至今日 关于他的下葬点一直众说纷纭 按照罗冠中《三国演义》中记载 刘备死后辗转迁徙 最终葬在了国都成都 对此书中有大篇幅的描述 夏四月鬼寺 先主墨于永安宫 秋八月葬惠陵 一直以来 这段记载都充满了争议 首先是明明夏天宴气的 为何要拖到秋天才入土 就不怕尸体腐烂吗 其次 白地城 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凤解 距离成都路途遥远 跋山涉水的 为何不选择就地下葬 而要受这番养罪呢 正当专家们为此各知己见时 一代文豪郭沐若开口了 我有证据 刘备墓不在成都 就葬在白地城外 四川眉山挖出刘备墓 山势奇特形如莲花 专家打开墓门后 只见满地金银财宝望不到头 顺着玉石铺就的涌道 一尊石棺赫然摆放在正中央 随着棺盖徐徐击开 一件尘封了千年的真相 终于浮出了水面 公元222年 这个年春天 为了给二帝关羽报仇 刘备举兵讨伐东吴 不想 因为被愤怒冲昏了李治 数十万大军 掉入了陆迅设好的埋伏圈 火光冲天中 蜀兵全军覆没 只留下刘备带着几个随从 逃回了白地城 事后 陆迅还托人送来一封书信 表面上夸赞昭列帝忠义 重情义 但字里行间的嘲讽 简直扑面而来 彼时的刘备 已经贵为天子 哪里受得了如此奇耻大辱 一口老血喷出 当时便病倒了 等到诸葛亮来到他前时 他已经做好了脱钩的打算 得知乌龙愿意辅佐刘夕 昭列帝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睛 紧接着便是下葬帝的挑选 原来早在刘备登基后 惠灵的修建工作就开始了 眼下白地城山高路远 根本无法按时到达 由此 郭沫若等人判断 刘备死后 应该是究竟葬在了白地城内 顺着这条线索 专家们对白地城原址 进行了地毯式发掘 结果 惊喜的一幕出现了 在一片开阔地下 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群 长约15米 高足有三层楼那么壮观 这一定就是刘备和其夫人的合葬墓 就在专家们兴致勃勃打算发掘时 另一头传来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刘备墓找到了 就在百里外的梅山 难道说国墓若失算了 白地城这个是遗嘱 四川梅山挖出刘备墓 山势奇特 行如点花 专家打开墓门后 只见天花板被故意砌成了圆锥形 加上四周复杂的点缀 从高空俯视宛若一朵 含苞待放的睡帘 正当众人惊喜不已时 当地的博物馆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 山脚下的村子就流行着一句民谣 三国为蜀 蜀汉昭烈地 要找刘备泼 新京出东门 进山三十里 就是刘备坟 顺着民谣中提到的线索 专家查阅了大量文献 结果惊奇地发现 原来早在一千多年前 刘备就曾在坡下指挥士兵放牧 啃荒 因为身处战略后方 再加上此处多雨水滋润 有着许多天然的牧场 这里一度是刘皇叔 争夺天下的关键 甚至在某些记载中 曾将莲花坟周围的区域 称之为蜀汉的龙兴之地 据说民国初年 有一位游方道士来到此处 拿着罗盘掐指一算后 大惊道 虎聚龙盘 山川行圣 真爱天生的帝王种 只可惜在后续的考古中 专家们遇到了阻力 因为关乎墓中大量的陪葬品 再加上此处山川过于高耸 经过再三考虑 只能等相关技术成熟后再启动 相较于这座 隐藏在大山中的昭力墓 坐落于成都的惠岭 更为天下人所知 因为他不仅与诸葛亮的武侯祠紧挨着 同时占地2000平方米的规模 在历代都是罕见的 惠岭的工程究竟有多大 因为时隔多年 我们无法直观感受到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动用的人力物力 绝对是天文数字 毕竟紧陋在地表的风土堆 就足有四层楼那么高 原有的配楼等 因为战火惨遭焚毁 目前只剩下林顷的正前方 竖着一块石碑 上书《汉昭烈皇帝之灵》 七个《孔无有力》的大字 从上面颁布的痕迹来看 应该是乾隆年间重新铸造的 两旁的墙壁上 可有历代文人骚客遗留的墨宝 虽然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 但此处仍旧香火鼎盛 游客不断 每一位前来平吊的人 都会在一副对联前驻足片刻 据说这是专门写给刘备的 上连 一杯土尚微然 问他铜雀荒台 何处寻张和遗种 下连 三祖鼎金安寨 生此石林古道 令人想汉代官宜 头顶四个大字 千秋凛然 结合刘备一生颠沛的故事 不禁令人肃然几净 曾有人在网上留下这样一段话 当你驻足来到这古色古香间时 远处吹来的风 仿佛经历千载变迁 恍然间能听到战马思鸣 长安离乱 只有当一切平静后 你才能体会到刘备的心境 虽然他没有匡扶汉事 但此生已无悔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